大家好,又来到这个不定期更新的节目 今天也是一个新上市 因为又不是讲经济,又不是讲市,又不是讲政治 今天是一个开箱片,或者产品的测评片 事源就是,雷总知道我在美国出差的时候买了个小玩意 问我可不可以在节目中讲一下用后感 我觉得好像又不是很关这个节目的事 不如独立一节讲一下这个小玩意 如果大家有留意,都知道 其实几年前我做了这个Laser 所以几年前我是戴眼镜的 但应该是2021年之后,我就没有戴眼镜 但为什么还戴着这副眼镜呢? 因为这个眼镜就是个小玩意 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Ray Ban和Facebook 即是Meta 即是Crossover 出的一个产品 所谓叫做Smart Glasses 但它Smart的地方不是在一个镜片上 可以看到任何的数据 没有什么彈出来的 它纯粹是一个可以叫做一个平光镜片 当然了 我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它有很多选择 其实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 我的选择 它就是一个 蓝光眼镜 不过呢 它是会有另外一些功能的 那现在 让我试试 它那个 产品的 那个 网站出来 那就是这个 那 如果按下去 它这个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有选择 就是太阳眼镜 或者是 或者是 我现在选择这个选择的 平光镜 甚至乎 如果 这个就是 你可以选择全视线的那种 镜片 就是说 如果遇到紫外光 就会变黑的那种选择 也是可以的 那 除了它是一副 眼镜之外 当然 叫做Smart Glasses 它就是有另外一些功能 那就是 前面 其实它是有一个镜头的 那 就是可以你逛街 看到有什么东西 想拍 那 如果按一下 就拍一张照 如果你长按 就可以拍视频 但是 视频 是有限制的 视频 只可以拍一分钟而已 所以 为什么呢 我现在 虽然买回来 但我也没有什么用来做 这个 慢步 就是因为 我要分开很多条片 上次我在 资格哥六 那条片 其实都 分开了 差不多9至10条片 之后 才自己再剪 在一起 比较浪费功夫 而我买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它除了可以拍照之外 亦是有音乐 它是可以 不用入耳的 可以玩到音乐 所以如果我长时间对着电脑 一来可以戴蓝光眼镜 如果我开会 或者听音乐 就不会常常塞住耳朵 那人对耳朵也好些 它又不是那种 震动耳骨全声的技术 它纯粹在镜框上 有几个小型的麦克风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个 比较 目标的音乐 就算你在别人旁边 也不会听到很大的声音 即是会听到声音 但又不会听得很清楚 你在听什么 但同时 你自己也会说得很清楚 而我亦试过它的麦克 用来说电话 其实也收到很清晰 所以音乐的拍力 效果是不错的 当然 这个年代也有AI 它又不是Amazon的Alexis 又不是Siri 而是Meta 但说真的 它的AI功能 我就没有用过 因为就算 我相信大家用苹果 或者Google 其实也不是很常用的 即是音乐支援 我自己就真的不会怎么用 另外 这些比较基本的功能 你按摩镜框 就可以开关的音乐 拨前拨后 就可以较大小的声音 其实用得不太方便 就是充电 它又不可以直接充电 它要放在一个 盒子那里充电 这个盒子 上好 已经是用USB-C 但是它不可以独立 那么充电 如果充电 可以将眼镜 放回盒子 这样才充电 然后USB-C 就充电 电视的续航力 都OK 通常在公司用一天 基本上是足够的 不过如果要长时间用 就差一点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职业的YouTuber 或者是社交媒体 KOL 其实是挺方便的 就是 刚才我说过 如果你是普通拍一段视频 就限时了一分钟 但是如果 因为这个当然 是一个Facebook的产品 如果你在Facebook上面 开Live 或者Instagram 开Live 那你就可以 没有限制 这样 就是录一个视频 可以Live 可以超过一分钟 但是都只是限于 在Meta 或者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上面 在Facebook上面 这方面 亦是没有什么用 而且 亦是一个比较不方便的 就是 你拍照 或者拍照 影片 又不是直接到你手机的APP 就要到Meta上面 有个APP 也叫MetaView 要下载到MetaView 然后再载到你的相簿 而要注意 第二 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个眼镜 是有兴趣 那你就可以 都可以在美国的Amazon 网站上面买 不知道要寄来香港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MetaView 就不是在香港的APP store 可以下载到的 如果是Google 就会比较方便 因为Google 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个APK 就可以直接安装 苹果 就变成了 要是Jailbreak 然后你就尝试找个APP 如果不是 但是你要有 它支持的地区 例如北美 美国 或加拿大 才可以下载到MetaView的APP 然后你才可以用到 拍照 拍视频 那些功能 如果你只是用它来听音乐 用来听音乐 用来听歌 或者说电话 那就可以的 你可以不用装个APP 也可以 但如果要拍照 就需要去 就需要去 就需要去买 就需要下载那个APP 那 其实又不是这么难 你在APP store 转去那些地区 然后你用回那个地区 例如你用美国 那你如果有一个美国的PayPal 帐帐 其实你都可以用到那个APP store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美国它就会比较麻烦 好像要当地的手机电话号码 才可以开到那个PayPal帐 那加拿大就比较简单 所以我最后呢 是开了加拿大的帐帐 那也不是说搞不好的 不过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价钱方面呢 如果你是选择一个平光镜 或者是蓝光眼镜 就大概是300美金再加税 那如果是太阳眼镜 那些都是差不多这个价 如果选择全视线那个价 全视线这只呢 就会在379美金 那这个就再贵一点 其实我又觉得如果大家 又不是说 那么等着用的话 可以试试捕一下 例如Black Friday那些 才买 又或者是 其实它现在这个 产品呢 是第二代代 来的 那也都可以等它 在后一点的 那些年代 看看有没有一些 再新一点的 feature 那才买 都不像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个人呢 就不想整天都 失去耳听这个 AirPod 所以我就 就是买了这个 来用 那so far 我都用得都ok的 如果我纯粹走于室内 在室内 就是听话 或者是讲电话 其实是挺ok的 那还有因为它有 南光镜片 那也都带着来看电话 也是没那么贵的 那这个就是 so far 我的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测评 那希望可以 介绍到这个产品 给这个 我们的听众 观众 那今集就先来到这 那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